除了楼梯的清扫,楼梯的扶手又该如何保持清洁呢? 在擦拭扶手之前,我们得先正确地清洗抹布 第一步,将抹布打湿,并轻轻搓揉抹布 将每个地方都搓洗干净 小提示,每个地方都要仔细清洗哦,不然就擦布干净了 第二步,先抓住抹布的一脚 再抓住另一脚,将其对折 第三步,抓紧抹布,用力拧干 使出吃奶的力气用力拧干 这样抹布就清洗完毕了,超简单的吧 小朋友,我们再复习一次如何清洗抹布 请跟着我一起念哦 第一步,打湿抹布,轻轻搓揉 第二步,抓住一脚,将抹布对折 第三步,将抹布用力拧干 小朋友,你们都学会了吗? 我们学会了如何清洗抹布 现在可以一起来擦拭扶手咯 清洗抹布过后,我们将抹布对折再对折 将抹布包住扶手,由上往下缓慢擦拭 注意,擦拭时也要小心脚下,不要跌倒了 如果发现途中有没擦拭干净的地方 再重复一次步骤即可 一个扶手就擦拭完毕咯,很简单吧 接着再换另一边,将抹布翻面对折 使用还没擦拭过的纳面,包住扶手 一样由上往下缓慢擦拭,注意脚步 转角处也要仔细擦拭哦 这样,扶手就擦好了,很简单吧 记得擦拭完扶手也要仔细清洗抹布 清洗完毕后,将抹布凝干 抓住一脚掉挂晾干 如果还在滴水,记得要再凝干一点 否则可能害别人跌倒哦 这样就大功告成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